那今天的話是第三次上課 那上個禮拜 比較重要的部分我覺得大家會比較有問題的應該是這個 鎖定那個藍跟列的這個問題 鎖定的話就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如果加了錢的話 那主要為什麼要鎖定 因為如果你不鎖定的話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的列會加一 自動會加一 這個是固定的規則 然後向右的話呢藍會自動加一藍 比如說A變B,B變C,C變D 那這個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知道在Esser裡面 一定會用到填滿 有沒有 如果用到填滿比如說向下向右 那假如你不會藍列的鎖定的話 那麻煩了 因為你要每一個出真哥都要自己重新輸入公式嗎 那不可能啊 所以藍跟列的鎖定這個非常 重要 另外的話,藍列的鎖定還可以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好像我們最後有做的一個九九層碼表 裡面不是有那個希望把那個 就是倍乘數跟乘數相同的地方 底色好像換成橙色 有沒有 對角線畫一個橙色 那我有做一個變化題 就是 另外一邊也做成黃色 那這個概念的話其實也會用到那個藍列的鎖定 也會有一個儲存格 一定要加上錢的符號 如果你不會加那個錢的符號的話 有沒有 那一定做不出來 就是 第二段影片 有沒有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那個 證照考試裡面考蠻多就是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的部分 而且我覺得他一定要公式 那這個公式 其實基本上跟那個Excel裡面那個 輸入的公式是一樣的 那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他沒有辦法像那個資料 編輯列上面會有提示 變成說你要在設定格式化條件輸入公式的話 是要一氣呵成的 自己打上去的 所以相對的難度 一定會比 直接在那個資料編輯列上面輸入公式 還來的更困難 所以這個 恐怕要注意一下 因為 在那個證照考試裡面 考蠻多就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一定要公式 我記得好像前面也有個地方是設定格式化條件要輸入公式 後面其實也會有 所以如果你這不熟的話 我是覺得 考試可能會卡住了 那當然你平常工作的時候要用到這個部分也會卡住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用Excel最重要的就是你 使用的時候 不要卡住就好了 OK 像我們也常常會遇到嘛 忘了某個步驟 怎麼辦 所以好像我的習慣就是說 我自己回讀看我自己的影片 比如我上過課 我之前 背課的時候蠻熟的 但一下子有可能忘記了怎麼辦 就看一下自己的影片 馬上又恢復記憶了 多好多快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你做一件事情當下很熟的時候你一定要把它錄下來 沒有錄下來下一次你又忘記怎麼做了 所以我做有些 事情 當下做蠻順的 但有一段時間沒錯 可能你會忘東忘西的 OK 所以 紀錄這件事情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甚至如果你當然影片拍得好的話 如果你想要成為YouTuber 那甚至你可以拍一拍嘛 把它拍得更好 所以上傳還會有很多人訂閱觀看 莫名其妙還可以斜槓一下 成為一個YouTuber 而且很多人都這樣 因為比如說 拍一拍分享發現奇怪怎麼還是會有人觀看 而且 除了觀看之後還會訂閱 然後 後來莫名其妙收到YouTube的那個 就是 廣告的那個合作 莫名其妙就開始可以獲利了 也是一個方向 那所以上個禮拜 最後的話 其實這個第108題這個部分 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 就是110題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好像 就是 在 這個資料裡面要把它做一個所謂的資料的圖像 就是說 比如說有些資料 110好像是做股票的吧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說到底 當天的成交 到底是漲還是跌之類的 最高或最低是 哪一個 數字 那當然如果你直接看數字是可以理解 但問題是你看的速度絕對 沒有用圖 的速度來的快 因為理解的 因為圖像化一定是最容易了解的 那當然以色列裡面也提供了所謂的那個 資料圖像化 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的話就是你直接可以把儲存格裡面的 數字 他會直接用那個 怎麼用那個 一個圖來表示 比如說 折線圖 高高低低 OK 時間 漲跟跌 那當然你給他一個range 他就幫你畫出來了 那這個地方當然我覺得這還蠻好用的 那除了考試之外 平常其實也可以把它用上 所以上禮拜這個資料圖像化 第一零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那個 202題 202題其實就是 幾個函數 if跟run up 無條件 敬畏 另外的話 這個 蠻 麻煩 就是 我是覺得會比較困難 就是說要制定那個 體重 到底他是要減肥 減嗎 還是要 增 增加 因為他原來的資料格式 前面都是減號 看不出來 所以為了要怎麼樣 要讓格式 改變的話 有沒有我們打了一串公式 那個公式 很麻煩的地方 他是要打在 制定格式 的那個有沒有 制定功能裡面有一個地方 專門可以打公式 他又跟其他的那個 規則又不一樣 有沒有比如說你要藍色的話 那你變成要中瓜糊裡面加個藍色 有沒有 然後你要加的 你加的裡面原來的資料是零 後面的話 如果加個公斤你前後要加雙語號 然後呢 他一定是正的再負的 再一模一樣的 中間一定加分號 那這個公式 如果你要真正考試 那你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不用背了 我是覺得用理解的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那將來呢在工作上也可以套用 我覺得這個東西 除了要會之外 還要熟練 那怎麼樣可以熟練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就多做 多做的話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 工作上多做個幾遍 我發現你應該很快就 熟了熟了之後的話根本也不用背了 馬上可以可以做 直接的使用 也不會出錯 那另外的話就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其實就是把某個範圍 他印的範圍 因為他上面好像有一些資料不要印 所以如果要印的資料範圍 就是那個表格的話 那就是先怎麼樣先定義一個名稱 定義名稱還記得吧 記得選起來之後 然後在左上角有個名稱方塊 輸入名稱Enter OK 然後再給 他放在那個列印範圍裡面 記得 你如果定義好名稱要取用的話 要記得有一個 這個快速鍵 他叫做 這個 F3 如果你要 比如說我們定義好一個列印範圍 如果你要取用的話 那你就按F3 他那個名稱的清單就掉用出來了 那你直接選 基本上 就可以用名稱 來取得那個範圍 這個方法我覺得 還蠻推薦的 OK因為 他基本上就有點像把那個Excel拿來當 那個關聯式資料庫的那個概念 因為關聯式資料庫很多時候就是會做關聯 用那個key去找到那個清單 把那個清單的資料調用回來 那這個概念其實我覺得有點類似 其實以目前來看因為以前同學常常會問說 Excel是不是能夠取代 Excel是不是一個資料庫 其實理論上 Excel他在設計的時候並不是 要把他拿來當資料庫 他其實是一個試算表 他 充其量 他叫什麼 叫 類資料庫 以前不是之前不是火車沒開 就叫類火車 他其實不是 不是火車他公車 可是如果你要讓他 變成類似的功能 那其實 Excel其實 類似可以當資料庫 但嚴格講起來他不是資料庫 可是目前因為他太好用了 所以大家都把他拿來當資料庫用 OK 所以目前像 Excel好像用的又越少 其他的話類似像標題列 標題列的話這個 也蠻重要的 一定 如果你列印的時候如果你希望每一頁上面都有標題的話 所謂的標題欄位名稱 你不要異印 只要第一頁有欄位名稱 後面幾頁都沒有欄位名稱 這還蠻常看到的 那記得就是所謂的 標題列 OK所以你列印的時候你不希望說 第二頁以後都沒有欄位名稱的話 那記得 一定要設定好所謂的標題列這個東西 最後我有 補充了一下 最後因為 那個 九指頭號標裡面有藍列鎖定 結果同學實在是沒辦法 馬上學 懂那個概念 所以 一般如果說你不太喜歡用藍列鎖定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會用那個Current跟Row函數 去取代 那好處就是說 你就不用加錢的符號了 有沒有上個禮拜最後我們其實是 用了這兩個函數之後 其實不用加錢的符號 最後結果一樣是正確的 甚至另外 藍列鎖定如果你不想用的話 其實你可以定義名稱 用名稱也不用鎖定 所以你會發現名稱加上去 它那個範圍就固定了 也就是不用再加錢的符號了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用錢的符號 其實有蠻多方式 是可以 怎麼樣 不用到那個東西 所以大概 把上禮拜的一些重點再跟各位說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都相當重要 如果 假設你工作上面 這些東西都很 駕輕就熟的話 我相信你在處理資料應該 就會比較輕鬆很多 OK也不用常常卡在某個地方上 最後如果卡住太久 你可能最後就 乾脆突發煉鋼 就浪費時間 OK 所以最好是 都可以想得出來 馬上可以做出來 那真的是 就會覺得還蠻愉快的吧 所以處理資料就是一種很愉快的經驗 你就很喜歡處理資料 像我是覺得我處理資料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對我來說 那就不是一個痛苦的經驗 OK通通給我沒關係 越多越好 就怕沒有資料而已 如果你有這種心情的話 感覺工作就是一件 很美好的經驗 就不會再是一個工作了 OK 好啦 反正 就是 跟大家複習一下 像我做事也是一樣 我希望說這事情本來很痛苦 那為什麼痛苦 因為你不喜歡 那你為什麼不喜歡 因為你很多不知道 那如果你把它知道之後 而且把它熟練之後 你這件事情其實不就是一件 很愉快的事情嗎 OK 好啦 這是 題外話 所以 任何東西 我只要不懂 我就會願意去學習 哪怕是身邊很多東西 OK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今天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第204題 一樣 所以請各位再開啟一下 題目 這個題目的話基本上 重點大概說一下 這個 題目的重點 請用編輯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其實分成兩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 叫圖書資料 一個叫圖書資料年份 不過看起來好像 差異好像不大吧 我不知道 反正看起來好像蠻像的 那到底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其實 這個是500多筆 你說它Ctrl向下應該就可以 這Ctrl向下 這個也是500多筆 這是558 然後 那邊好像是557的樣子 對 為什麼557 感覺好像 差不多的資料 它少一筆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圖書資料的話 它其實主要是希望 好像把它第一個變表格 第二個的話就是 把它篩選出 它要的結果 篩選的話應該各位都有用過吧 篩選的話在資料裡面有個所謂的篩選 那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你今天假如說是把它變表格 用table的話 它預設上面都會有篩選的一個狀態 當然你如果要關掉上面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你可以把它關掉 這個可以有個開關的有沒有 然後呢 它其實主要就是希望 可以下條件找資料 所以這一題其實跟 查詢資料 這個資料 蠻相關的 也就是你要怎麼樣下條件 可以搜尋得到 你想要找的資料 甚至你可以把Excel拿來當一個查詢系統 都沒問題 查資料 OK 那查資料 其實啦 跟各位講 最重要的第一個 你要知道 使用篩選 其實篩選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會用的話 可以幫你找出 絕大部分你想要找的 其實就是像查詢系統 查詢系統背後 其實類似就像 篩選這個功能的衍生 那篩選的話其實 這功能還蠻複雜的 主要是針對說如果你的資料假如說是數字 假如是文字的話 你會發現比如說提名 你這邊點擊 它這邊會出現 文字篩選 有沒有 但如果你今天假如說 像書目編號 你把它點下去 這邊會出現是數字篩選 也就是說不同資料的型態 它會出現的就是不同的篩選方式 讓你可以針對你要篩選的資料 去把它找出來 OK大概是這樣 那至於細節如果各位 懂得去延伸的話 真的可以 把那個 篩選 延伸變成一個查詢系統 是沒問題的 OK 甚至其實拿它來當資料庫 來查詢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只是說這個題目 它 不想 不是說只是單單用篩選 它會希望說 你可以用它裡面比較進階的功能 去把它呈現出來 那至於怎麼呈現我們待會再看 那第二個工作表的話 其實 第一個它 不要用表 它現在表格 它希望把這個表格取消掉 變成一般的 白色 白底 黑色的 所謂的範圍 OK 那範圍跟表格最大的差別 其實就是 第一個圖顏色 第二個上面會有這個篩選的狀態 那怎麼樣把它改回來 另外的話它一樣要查詢資料 可是它查詢的方式 不想用篩選 而是希望說利用什麼 利用前面 剛剛有提到的 叫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 它希望 設定總共有 四個條件 然後這個四個條件給它之後 它會把 那一列的資料 幫你把它 就是底下加一個什麼 比如說黃色的底色這樣子 然後讓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你要找的 資料 所以它有兩種呈現方式 那 剛剛講的第二種方式 缺點是說你必須要捲動 比如說你可能找到資料在比較下面 要捲動到下面才可以看到你要找的資料 那篩選的話它會把你要找的資料 顯示出來 那你不要看到的資料 不要隱藏掉 OK 所以兩者 哪個好哪個不好 其實我覺得主要看 實際上的需求 那所以呢 第一個 請各位一樣先稍微把那個 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我剛剛有稍微針對這個題目 兩個工作表 你們先大概知道一下 然後待會應該是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 裡面的話題目有一些說明 大概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是一個某大學的圖書館 他整理全校所有系所 所深購的圖書資料 所以可能在開學前 那學校就會請 就是所有系所老師 提一些圖書的 深購的需求 OK 然後他底下是說 圖書館員想要針對 各學院 各學院 學院 系所 然後進行 那個 篩選查詢 然後 必須 顯示 目前所查詢的 這個 學院 跟系所的名稱 那怎麼查詢 他這個地方底下 其實 是希望你做什麼 這邊有一個 功能 叫做 交叉分析篩選器 他其實有點類似篩選 但是他把它獨立出來變圖形化的工具 只要按按鈕 就可以 得到你要的結果 OK 不是說像篩選 如果我們要篩選的話 應該知道怎麼做吧 篩選如果要 哪個系所 哪個學院 有沒有 那你比如說我要針對商學院 你就把商學院打勾 按確定 他就商學院了 如果是要什麼 哪一個 哪一個系 學院出來做在哪個系 那你當然可以針對比如說我要針對的是財務金融系 跟經濟系好了兩個按確定 有沒有那留下來的話就會是商學院裡面的這兩個系其他資料 就都不會顯示 如果你還要再篩選 這兩個系 他提出來的那個申購的圖書裡面 我想要找關鍵字 裡面有哪兩個關鍵字 他好像有給兩個關鍵字 這關鍵字他是 要找出 Network 跟那個模式 這兩個關鍵字 那我要怎麼知道 在他申購的 這個資料裡面 有Network 和 不是和 應該是和 模式 那當然你就要用什麼 點選了 當然我們剛剛前面是用勾選的 因為他項目比較少 可是如果你項目比較多 而且 要關鍵字查詢的話 那如果 你要找 特別注意 你會看這個 第一個是 文字篩選 那你就必須用哪一個 等於嗎 等於一定不行 等於是要完全一樣 也就是如果你輸入 Network 他 這個儲存的只能夠有 Network 其他東西多都不行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找 那個關鍵字查詢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包含 OK比如說 我們這邊可以設一個條件 包含 然後包含的話呢 你可以把那個Network 直接就輸入到這邊 我們早早看好了 Network OK 然後你按確定的話 這個時候呢 找不到 取消的話這邊是 如果你要把那個篩選取消掉的話 旁邊打勾 再點一下 看一下應該是那個 細鎖 我們剛剛 題目裡面好像 要我們找的是 哪些細鎖 資訊管理系 跟統計 所以 應該是管理學院 我們找到商學院 所以 不對我們把它這個 取消一下 把它恢復好了 資料裡面的篩選 就可以恢復了 那學院的話 當然等一下我們要做的 其實不是從這邊 他是希望我們做交叉分析器 不過道理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要找的是 這是 那個什麼 他要的是 叫 看一下 這個是 管理學院 統計系 所以找到管理學院 全選打勾取消 然後管理學院 然後這邊的話找到 這個 這個 打勾取消 他好像要兩個 統計系跟那個資訊管理 這兩個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下 Network的這個條件應該就可以找得到 包含有沒有 那我打一個 Network 如果我想要找 這兩個 學系 所申購的資料 有沒有 關鍵字叫 Network 那Network 打上字不要打錯啦 打錯一定找不到 那記得一定要用包含 那所謂的包含就是 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 反正中間只要有 Network這個關鍵字的話 他就會 幫你把它找出來 OK按確定 Network兩筆 但是他這邊好像還有一個 題目的需求他說除了Network還有模式 所以貨喔 關鍵是貨 所以如果你要貨的話呢 一樣 這邊一樣就文字三有包含 再跳出來 貨的話就是把它點 第二個條件貨 然後呢一樣是包含 貨 然後模式 所以把這個 輸入那個中文 模式 就第二個條件 那這個所謂的貨啦 就是說 這兩個之外 其他還沒有你想找的 如果要 你就用貨啦 如果且的話 就不一樣啦 如果你且可能就找不到啦 因為且的話是 除了Network 也要模式 才會有 這個結果 可是其實這兩筆好像 沒有這東西啦 所以你用 且的話就end啦 那一定要改成貨 包含模式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又多兩筆了 OK 那 現在我們所做的動作 其實是用篩選 所做出來的 但是 他要我們做的 其實 是用一個新的功能 叫做 這個什麼 交叉分析篩選器 OK 所以你們可以先了解 因為他這個只是有點像 篩選的延伸 所以如果你懂篩選 那你應該就懂得 這個 所謂的交叉分析篩選器 這個東西 來試一下 我們待會再來看 這個設計項目好了 我只是 先引言一下 等於是說他到底要我們做什麼 OK 試試看 呢 呢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